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看过或是有兴趣收看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右上角收看哦 咸爷世界的曾盖特有很多价 其中 嗜罪里是最弱的一个 由曾盖特开始 机体呈现如生物般的造型 并着重于生物特征 他分泛狂野 狂妄邪恶 生之犹如鬼神般的恶魔 当速度到达光速时 邓智可以让龙马的意识穿越到平行世界 也因为曾盖特的诞生 盖特的作品开始拔高了不止一个层次 盖特不再是机器人 而是如生物般不断成长 曾盖特本身作为真理的化身 生死循环的象征 是超越人类想象的存在 因此 曾盖特开始凸显出 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不生不灭的境界 很多人认为的嗜罪 如流氓般浑身散发出暴力之气的流氓马 是最像贤爷盖特漫画版的流龙马 其实 嗜罪的流氓马原型 并不是漫画版的空手道流氓马 而是以贤爷另一部漫画 魔兽战线主角 来流尖圣衣为蓝本所设计出来 不过 这部作品的结局并不太好 最终惨遭妖斩 但贤爷也不是没有收获 那就是 贤爷终于意识到 原来我喜欢描写神经病啊 因此 贤爷作品 便以描写性格缺陷的神经病 作为自己的独特风格 很短时三化的《世界最后之日》 其前三化的叙事风格 与后面时化有很强烈的割裂感 由于刚开始的剧情 时间轴并不是发生在整部事件的一开始 并且借由人物间的对话 来回顾拼凑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因此 对于初试看本作的朋友们并不友善 会看得不傻傻 看不懂在眼瞎回啊 热血君也终于了解 为什么朋友们会在留言区留言 希望可以解析多数看不懂的部分 于是我便上网寻找多方资料比对 来拼凑前三集粉丝间多数公认的时间轴 重新排列后 按顺序说给大家听 当然 有不同见解的朋友们 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哦 不负责任风动漫 不负责任热血君 10年月面战争后 至世界最后之日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10年月面战争 战力的预感广播剧有了解答 其发行时间是 世界最后之日发行后 于1988年8月25日至1999年5月25日指 根据盖特全书第314页介绍 一共分为8个篇章 第一个篇章 序章 第4月面基地 主要叙述 龙马 准人 武藏分别驾驶自己的 第4篇章 早云女研究所 此篇章讲述满得知好友 艾利加回到月面基地 再次受到了残存的英伟达 襲击后 满准备孤生来到月面基地救援艾利加 在章节的最后 武藏与便庆也来到了月球 而准人则是出发去找流浪中的龙马 第5篇章 描写了准人 找到了正在踢馆中的龙马 两人在对决之后 龙马再次回到研究所 第6篇章 月面的噩梦 满终于来到月面基地 找到了幸存的好友艾利加 并与他共同抵抗英伟达 最后 武藏 便庆以及准人与龙马 纷纷赶至 众人合力突破重围 却不幸遇上了巨型英伟达 第7篇章 盖特登场 这里的盖特就是盖特居 本篇主要讲述 盖特小队驾驶盖特居 在战斗中一路开挂碾压巨型英伟达的故事 最终 龙马使用闪光冲击收拾掉了敌人 第8篇章 返航 为迎接往后未知的敌人 龙马选择继续留在研究所 早一女博士也提早做准备 为日后未知的危机 开始新盖特的研究 但众人却不知道 数年后 人类真正迎来了世界最后之日 在这个盖特世界 人类偶然成功采取了 永恒之谜的盖特射线 但大家却都不知道 这或许是导致世界最后之日的开始 由于入侵着宇宙生物英伟达的来袭 月球转眼间被占据了 这样的威胁甚至扩展到了地球 人类在国家机密联盟的领导下 为了阻止英伟达入侵地球 于是集结基因们开发了超级机器人与英伟达开战 在经过漫长的十年月面战争 终于消灭了这个恐怖的敌人 但是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就解决了吗? 世界最后之日的灾难起源于科尔文史迪卡 原本是与扫尾女博士 在月面研究盖特射线的同僚 在这期间不幸被英伟达给融合了 所以两人利用研究盖特射线的扫尾女博士 让他大力开发盖特射线在地球使用 以方便后续宇宙生物英伟达在地球的繁衍 其间准人也参与了研发并认识了他们 科尔文与史迪卡还从精神下手 利用满的合体坠机死亡事件 击溃了扫尾女博士 离见了盖特小队成员们 他们让满在训练时遭受英伟达入侵 满则在死亡前选择和英伟达同归于尽 拯救龙马与准人 并给博士留下证据 博士检查尸体发现了英伟达并没有被消灭 反而已经附身到他女儿身上 和隐藏为地球人样貌的事实 但这真相并没有对外公布 于是博士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要向英伟达复仇到底啊 他通过基因技术利用满的细胞与盖特射线培养出了耗 并把计划转给了元气 与满有心电感应的元气明白了自己的宿命 但因为他当时年纪实在太小了 所以精神发生崩溃 同时他也秘密制作盖特真容 以逆向盖特射线退化这一手段复仇 来灭绝英伟达 但是因为满的死亡而陷入疯狂的博士 为了复仇 早已把地球的安危抛在脑后 他制造出的盖特机器人 其实全部都是皇子 真的盖特 其实就是好这个超人类 还有 早女博士好友夫导博士 这是暗中协助这次基因工程 接着早女博士利用准人对满的死 以及负罪感 让准人按照他的受益陷害了流龙马 博士在保护计划的同时 将既就既利用自己替身之死 欺骗了全世界以及英伟达 在事发的夜晚 由精英制作的贾伯士身亡 准人则故意用刀攻击路过的龙马 目的是取得龙马的DNA 以及令他下一次捡起 杀害贾伯士只能发射两颗子弹的枪 并做出了反击 事成之后 准人便承受的UFO逃离现场 还避开了监控 不知是意外还是刻意安排 此时元气见到了这一幕 这让元气误认为父亲已经被龙马杀害 龙马因此锒铛入狱 柯文史迪卡以为离间计得逞 除了福岛博士以及准人以外 全世界的人都误以为 早女博士已经死了 而博士则利用龙马与准人的细胞 通过盖特射线 制作出与盖特射线有共鸣能力的强化驾驶员 用来驾驶真盖特啊 时间飞逝的三年后 在武装与便讯运输培养民的夜晚 与盖特射线有关的人物 被日本政府监控多年 而福岛博士制作复制人的计划却被泄流出来 因为日本政府贪图盖特射线开发的能量 所以强制接受了福岛博士的复制人 同样贪图盖特射线的联合国则被蒙在鼓里 武藏者和便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带上了半台盖特三号加入了护送的队伍 在交接之时 同样贪图盖特射线成果的英伟达 准备抢夺培养民 因此前线战斗部队成为最早得知英伟达还会被消灭的人类 另一方面 不远处的阳馆里面待着的 则是多年前早就知道英伟达还会被消灭的准人 为了以防万一 在交接地提早准备好盖特射线 并在与英伟达的交战中 尝试救下福岛博士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武藏与便庆 对盖特射线突然出现感到讶异 但他们已经意识到 驾驶盖特二的可能是准人啊 而且他还参与了这个深层的黑母子中 然而继续护送工作的武藏与便庆 为了保护着培养民 还是与追上来的英伟达发生战斗 武藏在打斗中 武艺间看到了培养民内的人大吃一惊 事情发展到出乎意料的失控局势 博士只好被迫现身驾驶真盖特出击 还好博士刻意留守 一个爆锤 只让武藏受了轻伤 患得英伟达惨死啊 但便庆也看到培养民内的人 还看到了本该死掉的博士因此大吃一惊 博士抢回培养民后 立刻回到研究所 开始进行后半部的计划 这后半部的计划正是隐瞒准人 利用盖特射线实现逆向退化的部分内容 并在研究所周边布满了守护用的盖特隆 把日本政府派出的超级机器人军团围剿团灭啊 此时 柳龙马已经成为了A级重犯 在政府人员的介護下正式登场 因为潜尖三的异动 联合国开启紧急会议 由于早饮女博士主动与联合国高官视讯 向全世界表明她从地狱归来 就是为了目睹世界最后的黎明啊 既然全世界已经知道早饮女博士没死 所以日本政府跟龙马做交易 要她再去干掉 世人误以为她曾杀死过的早饮女博士 于是龙马驾驶军方 为她准备了盖特一号直奔研究所 向早饮女博士展开复仇之路 联合国方面 柯文、史迪卡到达会议现场 他们很可能知道 号是作为盖特射线最关键的人物 事宜至此 总结一下目前的局势 早饮女博士不惜以全世界倒退作为代价 开启逆向盖特射线计划向英伟达复仇 通过毁灭全球的盖特射线 以此来贫抚自己开发盖特射线间 造成满之死的伤痛 日本政府方面 为了抢夺盖特能源的最新成果培养名 并根据前线作战资料得知英伟达并未消灭 联合国方面 则高度关注这次突发事件 并指责日本政府处理不当 但暂时还不知英伟达的存在 而作为英伟达的柯文、史迪卡 则混入了联合国 并暗中意图抢夺 能为自己种族带来进化的盖特射红 盖特小队方面 流氓马只想着 老子就是要报仇 准备大开杀戒啊 准人在得知博士抢走的培养米回到研究所后 明白博士背后有着更加强大的意图与野心 并后悔几年前被博士利用叫做陷害龙马 但这时的准人 还不太知情盖特射线逆向退化的功能 武藏和变气只知道博士 英伟达再次出现 事情即将失去控制 龙马来到研究所后马上开启无双模式 把对早安女博士满腔的愤怒发泄在盖特龙上 还使用了华丽的超级暴昂电影弹 盖特光束乱射招式 而盖特龙就像纸糊的一样一碰就碎 找到盖特一号大肆屠杀 就在龙马准备一斧子砍爆培养米时 盖特一号的斧头竟然难在推路分好啊 虽然龙马叫老头滚开 但博士死都不退 于是龙马只好掏出手枪准备射爆培养米 研究所周边的成千上万家盖特居 随即无限合体为盖特真龙 此景让龙马着实吓傻 赶紧分离逃脱研究所 伴随着盖特真龙的启动 昊走出了培养米 展示处与盖特真龙的共鸣啊 龙马惊觉要是不赶紧处理这庞澜大物 其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就在龙马准备搭乘准人机 冲入真龙昊自爆时 博士会驾驶盖特龙赶制 把准人机内的反应弩挖出来破坏 并一心要杀死龙马以保证计划能顺利成功 还好准人驾驶盖特号机即时出现 挡住了盖特龙的攻势 更联合武藏驾驶盖特三号机 阻止博士的野望 龙马见到陷害他的准人出现非常愤怒 准人便马上跟龙马道歉 说他被博士利用 所以此刻他要亲手跟博士算总账啊 不过英伟达却突然跑出来搅局 场面因此几乎失去了控制 所以博士打算逃离龙马等人的纠缠 没想到博士逃离途中 被英伟达重创赐了个千疮百孔 远在真容上的号 看到博士受创开始失控暴走 博士见大事不妙赶紧回营救所 龙马则与武藏组队 再加上准人一同前去追赶博士 博士回到营救所后 准备要释放两个培养名帮助耗时 却发现培养名出现的异状 顺道一提 这两个培养名是利用龙马与准人的DNA 所培养出来的人造人 与此同时 龙马来到研究所内 发现博士已经倒在血迫之中 还被培养名跑出来的怪物突然袭击 差点利弊当下 虽然准人及时开枪赶跑的怪物 但却被另一只怪物用念力控制 将两人制服在墙上 这两个怪物 长得很像恐龙帝国的哥尔帝王 以及白鬼帝国的布莱大帝 但在龙马等人的交谈中得知 我认识这两位 此时 曾盖特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羽浩共鸣后 发出了盖特光束 将两个怪物给轰得灰飞湮灭 还使研究所周边产生了逆退化现象 退回了史前时代 至此 博士对盖特射线研究的部分成果 第一次被各方司令得知真相 联合国官员表示非常吃惊 而科尔文·史迪卡 对博士掌握了逆退化技术 露出了恐惧的神情 所以联合国决定用导弹摧毁研究所 不过 科尔文·史迪卡却突然反水释放英伟达攻击联合国官员 他们计划保护抢夺真龙 藉此促进英伟达的进化 早于女研究所这边 龙马看到如此现象很是惊讶 立刻质问博士与准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博士的告诉龙马一个模拟两可的话语 与真盖特一同直奔世界最后之日吧 另一方面 在军方基地的便庆利用无线电通讯 通知龙马等人攻击研究所的导弹已经发射的消息 再过五分钟就会命中研究所了 一旁的元气感知到好好的存在 误以为是姐姐满啊 但是在听到原以为已死去的父亲的声音后 感到了震惊 这时的元气 并非只是目睹龙马杀人而自闭 其原因是 父亲给予了他真正的责任与使命 因此断绝与人交往 彼此同时 裴扬米释放的怪物 偷袭龙马等人 造成双方通讯中断 还好武藏驾驶盖特三号机 暂时把怪物给制住 并交代龙马快去阻止即将飞来的导弹 博士就交给他来照顾吧 于是龙马 准人 号 驾驶真盖特 到大气层外拦截导弹 武藏使用招牌的大雪山龙卷风 加上盖特导弹解决了怪物 龙马等人终于来到大气层外 发现导弹上 站着试图阻止导弹的科文史迪卡 龙马初次见到两人吓得发嫩 准人则误以为两人一图攻击研究所 立即提醒龙马赶紧击溃他们 于是曾盖特一遭重斧落下 却被科文史迪卡给轻易接触了 科文史迪卡见龙马来者不散 准备杀死龙马等人 直到接触到了号后 却选择立即撤退 再也不理会导弹之事 科文史迪卡撤退之时 留下了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的话语 他们明白到了号的真正身份 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盖特真龙 研究所方面 武藏不幸被不断复活的怪物一拳爆头 又一次战死沙场 咦 我怎么说诱了呢 看你 同时博士这只死骑将至 与号永别之后 也当场领了便当 并把使命托付给 满细胞培养出来的号 以及即将成长的元气 来继承自己的一致啊 曾盖特这边 准人发现情况不妙 立即分离以飞机形态追击导弹 龙马在高速追击导弹时 被满合体追击事件的阴霾笼罩下 开始惧怕合体 但是在号的点头示意 让龙马终于走出阴霾 在大气层内合体为真盖特二号机 继续追击导弹 不过 导弹还是在研究所爆炸 盖特射线因此污染了整个地球 最终 早安女博士因为意料之外的导弹 计划因此失败 她牺牲之后 由号以及元气来继承她的遗志与宿命 日本政府这边 全国居民转到地下避难 研合国也因此吞下了盖特射线失控的恶果 英伟达则因为盖特射线的失控 在地球开始了疯狂的繁衍 柯文、史迪卡则暗中潜藏 等待着号再次出现 盖特小队的状况 将由变性继承战时的武藏 并照顾元气 龙马、准人、号 则在爆炸之下不知所终 至此世界最后之日 第一部的剧情便在此完结 第二部回四到十集 其剧情则是描述 盖特射线污染了整个地球的13年后 成人们是如何开着盖特找真龙啊 相较前三集的剧情相比 开始漫长的拖沓之旅 也是为了最后三集的精彩大战来铺路啊 13年后 地表上不只充满浓厚的盖特射线 还布满了许许多多英伟达 袭击者残存的人类 就连名为帕洛乌的超级机器人 都不是其对手 还好圈君一发之际 女主角希一发冰冻弹射中英伟达 讲起冰封拯救了幸存者 并把受伤的美国大叔带来秘密基地 这时变庆从门外走来 说出13年前那场爆炸 导致全地球人类几乎全灭的事实 不过受伤大叔突然醒来 失控的抓着变庆 跟他说人类震撼英伟达在浅尖山对抗 话未说完就被注射镇定计 美国大叔再次昏倒前 说出了要联络的队长名字 变庆听到后大吃一惊 所以为了探查浅尖山13年后的样貌 只好利用发电机连接卫星 看到如今残破不堪的日本地形 作为变庆的养女C 非常想要参战 却被变庆臭骂一顿 变庆会如此严厉 根据手下所说 由于13年前失去了受委托照顾的男孩 所以才格外珍惜C这个养女 同时间美国大叔突然醒来 袭击了机器人内的队员 还干走了机器人休特T23狂奔而出 就在C跳上机体 与变庆等人使用钩爪抓住T23时 T23开启飞行模式 直奔到有如废墟的找女研究所 然而在不远处反抗军正与英伟达开战 T23却在此时头尾分离了 变庆担心女儿安危 立即驻跑后 纵身一跳来到了C所在的后半部机体 不妙的是 英伟达盯上了C与变庆所在的T23展开攻击 反抗军的帕洛乌看到了T23的美国大叔是兰巴特 便开着机体替T23挡下攻击后坠击了 诡异的是 英伟达身上竟长出了许多人类的面孔交谈 紧接着地上战舰巴比伦塔登场了 立即全弹发射将英伟达给消灭 塔内的指挥官就是准人纳 一旁的辅导博士也利用放射性声纳 唤醒了沉睡在地底的盖特真容 另一方面衰落到地底的T23西与变庆 发现了五脏遗留下来的盖特三奥机 就在变庆感到此处危险不宜久留时 T23内的美国大叔出来了 还被英伟达感染 变庆见状赶紧抓着西逃走 但被感染的大叔机动性易于常人 一个跳跃就截断了逃生处 还把变庆给摔晕了 虽然西对感染大叔不断开枪 却无法有效对敌人造成伤害 而唤醒的盖特真容也在此时睁开双眼 还好西在危急时刻 一只机械手突然攻击感染者将其拦腰斩断 这只手的主人就是真盖特二号 从驾驶室走出的是 一个浑身裹着灰色披风的人 而巴比伦塔这边 刚被射爆的英伟达并没有死透 开始液化缠绕胜胜入巴比伦塔内 准人则不方不忙对入侵的英伟达门开枪 并将之全数歼灭啊 解救西的神秘人掀开了面罩露出面容 原来是浩啊 变庆看到很是惊讶 竟然是13年前在培昂敏看到了人造人 浩打开二号机的钻头 邀请变庆与西进入驾驶真盖特 变庆感慨道 依旧无法逃离驾驶盖特的命运啊 没想到被分尸的美国大叔并没有死透 还偷袭刺穿的变庆腹部 变庆马上折断尖刺 拔出手枪疯狂的射击英伟达僵尸击杀 一旁的西看到此景 脑海里闪现了 浩尼女博士抱着死去的满 誓要复仇的场景 以及浩尼女博士被枪杀的现场 习已回过神来 立即上前关心变庆上市 变庆则要女儿不要担心 因为盖特在呼唤他呢 然而在浩尼女研究所外 反抗军组成的超级机器人军团 正在联合抵御英伟达 英伟达见状分裂出许多伙伴 大肆屠杀反抗军 指挥官准人 眼看反抗军不是对手 立刻命令机器人军团撤退啊 没想到一旁看系的变庆手下们 也被英伟达盯上了 准备要置他们于死地时 竟然被一发盖特飞弹给轰杀了 久为13年的盖特战机 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让准人大吃一惊 变庆强忍伤痛 配合浩和体为真盖特一号机 从天而降的盖特万刀 一刀就将英伟达给击毙了 毕竟浩的配音可是多猛卡修啊 干起肉搏战可是驾轻就熟 其流氓的程度不下于龙马 就算全身被英伟达缠住 也能用战斗飞翼将其碎尸万段 这种诸徒猛进的打法 让吸根变气有点吃不消啊 最后浩一招头部盖特光束 将剩下的英伟达全速歼灭 被盖特光束射送的英伟达 按照夫导博士的说法 过度吸收高强度盖特射线 会导致净化失控全身爆炸而亡啊 准人在指挥室看到浩的状态很是惊讶 13年过去了竟然没有衰老 便庆等人来到巴比伦塔立即质问准人 人类发生了什么事?为何你会在这呢? 便庆会这样质问 是因为日本人在13年前导弹爆炸前 全速都撤离到了地底下 直到最近才从地底回到地面 虽然知道地球被盖特射线包围 但在地底期间 地面上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并不清楚 不过便庆伤势终究过于严重 还是只能赶紧先去治疗 直到夜晚来临 第二部的主角之一凯 正在进行曾盖特的修复工作 他父亲过去是盖特小队中有名的祭司 也算是只成副业了 顺道一提 在最后之日上映的两年后 曾盖特机器人对Neo盖特机器人 里面也有一个叫凯的驾驶员 驾驶Neo盖特跟曾盖特三号 正当凯与希准备完在营区休息时 巴比伦塔的反抗军突然来找西等人的查 双方只好大打出手 原来这些欧美人非常痛恨日本人 但凯表示 他们也是睽違13年才再次回到地面 不了解为什么欧美人这么痛恨他们 于是两个大男人只好以权交心 最后在凯真心诚意的恳求下 一旁人眼旁观的美国人 按捺不住走了过来 导弹在早于研究所爆炸麦克 世界因此成了地狱 由于盖特射线的污染 英伟达开始征服地球 害死了我们的伙伴 这一切的货源就是日本人制造的真盖特与真龙 你…你是Dio吗? 你看啊他是哪位啊? 我是修瓦尔茨 凯见到反抗军们 纷纷拿着重型武器对准真盖特 便马上跪地球形 希望他们能够不要摧毁真盖特 吃我的鸭路鸡了 不吃我的亲戚头刀啊 修瓦尔茨终究还是故意打偏 放过了凯利马 随即带重人撤退 还好真盖特终究还是保住了 另一方面 准人派遣一批特工人员 准备潜入真龙内部 将真龙的盖特如心解体 避免真正的世界最后之日来临 却不幸被英伟达偷袭 导致先前部队遭全数歼灭 这时 曾经13年的科文史迪卡 突然出现在重人面前 并呼叫出由英伟达与机器人融合的金属兽 出来袭击他们 准人马上号令由修瓦尔茨领军的机器人军团 紧急出动对抗敌人 便庆想要参加战斗 却突然伤势发作无法动弹 于是号指定凯一同驾驶曾盖特 不过他们第一次合体并没有这么顺利 由于凯还无法适应高速飞行 在合体的时候飞的速度过快 号当机立断解除合体 避免三机一起坠毁 凯因此还差点撞上 正在与英伟达搏斗的修瓦尔茨 这时寡言的号突然开口指示凯 把一切的意思交给盖特吧 简单解释就是人机合一啊 凯冷静下来开始冥想 逐渐与三号机融合在一起 这次终于成功合体为真盖特一号机 而反抗军这边 虽然修瓦尔茨力往狂澜 意图挽救劣势 但反抗军的超级机器人 还是被金属兽打得全线溃败 最后修瓦尔茨也快撑不下去 几乎就要死在敌人手上时 真盖特一号机提着去斧前来 解救了修瓦尔茨 不过金属兽力量实在过大 不仅令真盖特一号机去斧脱落 还利用触手缠绕真盖特全身 意图将其挤压爆碎 力量之大 就连驾驶舱的监视器 都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浩自知不敌 赶紧三机分离 将指挥拳交给凯 合体为力气最大的真盖特三号机 果然在三号机的一顿胖咒下 再加上盖特捣蛋的火力攻击 金属受最终膨胀爆碎 危机解除后 习主动释出善意关心修瓦尔茨 弟友 你怎么这么逊啊 你不是会找瓦尔茨还被打成这样 看 我已经说过我不是弟友 你们在爱手爱脚当心我手下不留情 挺好 我们宁死也不会接受 利用盖特射线发动的机器人 于是浩不想再跟修瓦尔茨废话 立即带领盖特小队回到巴比伦塔 就在众人以为可以暂时享受短暂的和平时 突然引发了伴随着诡异笑声的地震 由雷达探测得知 这异常的高能反应位置在真龙的下方附近 紧接着 真龙附近突然耸立起极高的土丘 上面站着的便是一身白衣 早已死去的早已女博士啊 她的样貌竟然跟13年前一样 修瓦尔茨见到引发灾难的元凶 一击扛起火箭筒 一发就往博士方向射去 却被无形的气墙挡住并引爆了 眾人面对早已女博士 指明西是她的孩子元气 显露出非常讶异的神情 西遭受毁灭世界的元凶典名 表示不可自信地询问自己的养父便情 但便庆对西咄咄逼人的质问 只好解开这埋藏在心里13年的秘密 由于13年前 元气目睹 导弹在研究所上空爆炸的冲击 让元气再度心灵崩溃 丧失了所有的记忆 便庆生怕被早已女博士所害 逃到弟弟的人们 会找她的孩子报复 只好隐藏元气的身份 向大家表明是她的养女西亚 便庆不得已的吐出实情 但西一时间无法接受 这时博士又张开双手 要元气与她一起迎接世界最后之日 通过博士眼中的英伟达 西的恐怖回忆又在脑中恢复 西终于恢复所有的记忆 想要大义灭心首任博士时 修瓦尔之却提强指着西的头 要杀死早已女全家啊 但她不忍心下手 子弹故意打偏飞向萤幕 修瓦尔之终究无法杀死 同为人类的西 气愤的西 首先来到高塔的防空炮 对准早已女博士射击 想当然这点伤害 对被英伟达同化的博士 一点屁用也没有 博士的再生能力可比比克还要强啊 所以西改驾驶真盖特二号战机 找博士算账 途中却被浩拦了下来 浩表示她要保护西 不过西却不知道 非亲非故的浩为何要做到这种地步 原因上集热血军已经说过 浩是由她的姐姐满的细胞所制作出来的 还没看过上集的朋友 可以点击右上角收看哦 但浩终究拗不过西的硬脾气 只好放任西驾驶战机出发了 西不断向早女博士射击 但浩却驾驶真盖特一号战机突然冒出来阻止了她 西被突如其来一撞 因此失控下坠 浩又及时与西合体阻止战机坠落地面 就在浩与西再度飞向天空时 真龙及时觉醒 对浩等轮发射光波 将浩与西吸入体内 而巴比伦塔内的雷达 也侦测到真龙体内有神秘的力量在涌动 夫导博士则兴奋的说道 盖特射线的能量现在全部集中在一点 浩和真龙要进化了 准人想趁真龙正在进化时派遣战斗部队破坏真龙 不过他们要面对的 可是机器人的制造专家啊 疯狂的博士呼叫出许多机械铁兽 与准人的超级机器人军团发动了全面性的大战 彼此同时 西在真龙内部与浩人与人的连结 浩反复地跟西说 我会保护你的 这让西想起了跟姐姐满小时候 与父亲一同生活的快乐时光 巴比伦塔这边 夫导博士跟便庆等人解释 浩就是准人女博士利用满的细胞以及基因 加上盖特色线制造出来 其他两个复制人则利用龙马跟准人的细胞所制造的 会这样做 是因为准人女博士以及夫导博士 还有准人本来的计划 要他们三人来驾驶真龙 而启动真龙的钥匙就是浩了 不过浩需要读起西的基因密码 才可以进化成为完全体啊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真龙已经不再是人类的希望 所以准人才急切的要破坏它 战场这边 修瓦尔兹驾驶实体鲁帕 在枪林弹雨中杀出一条血路 终于突破敌人第一层防线 于是准人号令巴比伦塔 全弹发射掩护修瓦尔兹进攻 便庆见机不可施 于凯驾驶甄甄盖特3号战机打算要救西 但是在凿女博士的阻弹下 甄盖特3号战机被打中坠入弟弟 古田等人看到老大坠机 马上驾驶T23到达弟弟救援便庆 另一方面 修瓦尔兹一刀劈开真龙的装甲 准备率军突入时 便庆醉机的弟弟突然出现一艘大型战舰 巨金号 原来便庆等人在醉机地点发现了这艘战舰 他们驾驶巨金号家族马力猛烈撞击真龙 将其撞出巨大缺口 真龙受此猛烈撞击爆发出巨大能量 只好将号与希给排出体外 早女博士看到便庆阻止的真龙进化很是神器 正要灭掉便庆时 浩及时挡在了巨金号面前 博士眼见大势不妙 随即命令机械铁兽们与他合体 希也不甘示弱呼叫凯与浩合体为真盖特耳号机 一招转头冲击 竟然被早女博士轻松接下 博士的手甚至化为触角 纏绕着真盖特耳号 希想借着分离脱困 其飞行轨道都被博士精整预判 因此三机脱不了身了 还好修瓦尔茨率领小队袭击早女博士 协助希等人成功脱困 愤怒的博士转为攻击修瓦尔茨小队 每一会功夫就把修瓦尔茨给打残了 幸亏真盖特三号机及时出现 营救修瓦尔茨后 再次切换为真盖特耳号机 使用钻头飓风刺入合体铁兽体内 合体铁兽因此过度进化膨胀爆炸而亡 一旁的修瓦尔茨则看着女友的照片 至少无法与她在天堂相聚啊 辩庆则担心女儿安危 开启视讯与希联系 此举却让众人大饱眼福 因为希没意识到 被吸入真容体内时衣服早就被扒光了 并要辩庆快点把视讯关掉啊 没想到真容周边又有特殊磁场发生 让地面发生矩阵原来是真容创造特异点 消失在次元地平线上离开大家的眼前 而为了搜索真容 辩庆便带上真盖特 驾驶着聚精号开始搜寻真容之旅 就在聚精号探查期间 准人及时与辩庆通信 并告知北极冰川有盖特射线反应 所以拜托他们前去查看 然而北极冰川这边 正好有一群人在与白色的英伟达战斗 率先来到冰川的盖特小队 立即变形真盖特二号机 使用钻头冲击秒掉的英伟达救了大家一命 并将商者送上聚精号 来到了冰川营区 众人通过与此区的领导人交谈中发现 他们为了逃离盖特射线污染 不得已来到此酷寒地区生活 但经过多年努力 已经可以在此恶劣环境下自给自足 要不是对这块土地难以割舍 谁还想要住在这鬼地方呢? 之后有个热心的女孩雷安璐 带着希来到温室来看他们栽种的蔬菜 并告诉希与受伤的哥哥生活了点点弟弟 古田等人却在休息室遇到了被英伟达寄生的人类袭击 凯也来到温室通知希英伟达来袭的消息 这让雷安璐担心在医疗室疗伤的哥哥安危 便与希还有凯来到医疗室查看 可惜的是医疗室所有人都被英伟达附身了 为了救雷安璐 希也只能无情地朝他们开枪 但是一般弹药是很难杀死英伟达的 所以众人陷入了绝境 还好千军一法之际 浩及时赶来救援 并朝空中呐喊呼叫出曾盖特协助他们脱离死地 这比呼叫神钢弹还需要打响指还方便啊 散落在四处的英伟达纷纷合体后巨大化 与曾盖特一号机即将展开异常大战 浩首先举起盖特战斧朝英伟达一斧子砍去 英伟达的伤口竟然浮现出人类的脸 看来英伟达并不是没有智商的行尸走漏 很聪明的利用被童话的人类露出痛苦的表情 激起敌人的同情心啊 这时雷安璐的哥哥露出脸来 让浩等人动了侧影之心被英伟达给利用偷袭 席为了救雷安璐肩膀还因此受了伤 不过被童话的哥哥却拜托盖特小队让自己解脱 于是浩避开人脸所在的肩膀攻击将英伟达砍碎 但掉落下来的碎块却包覆住营区收集盖特射线的装置 这下更难搞了 跟装置童话的英伟达变成如鹦鹉罗般 有装甲包覆住还把人脸浮出外壳上 浩等人因此更难动手斩杀 甚至还被英伟达的触手给捆绑住并扯烂机身 就在曾盖特即将要被爆头之际 一个巨斧回力标射来 挡下了致命一击后 天空便出现黑影使出盖特射线乱击 将英伟达逼回壳内 接着浑身漆黑的盖特拿出老虎子 不留情面的往英伟达长出的人脸 使出机关枪拳 狂K猛咒一番 还从壳内扯出英伟达本体将肢捏爆后 再来一套乱武连击 将英伟达彻底捣成肉泥啊 就算碎块上的人脸不断哀嚎 其黑色的死神也不停止疯狂攻击 最后还追加盖特光束扫射清场 将所有英伟达蒸发殆尽 就算西看不下去如此惨状 出身痛哭阻止 其黑色的死神也并不理会 随即腾空飞身离去 暗沉的天空 也在西不甘心的怒吼下降起了大雪 这一集的内容让人有了省思 当人被怪物通话之后 那还算是人吗? 危机解除后 雷安路已经接受哥哥离去的事实 与西一起在哥哥屋前祷告 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啊 然而准人方面 他率领着欧洲机器人军团 随即真龙来到了阿尔卑斯山附近 但是所有攻击手段 并不能造成真龙有效的重创 一阵狂轰乱炸之后 真龙再次消失在众人的视野 准人多次在世界各地与真龙交手 都无法抓住真龙 这让他焦急的暴怒 烦恼不知如何才能有效逮到真龙啊 而夫导博士则对真龙会净坏到何种地步 感到非常兴奋 准人者立即出声呵斥 夫导这疯狂的想法 得要即刻摧毁真龙才行 由于漆黑盖特突然出现 这让柯文史迪卡 开始警惕流氓马是否没死 不过赵云美博士并不担心 他认为只要能驾驭真龙 就等于征服全宇宙 这都是为了世界真正的最后之日到来啊 也即事件结束后 巨金号在追行真龙途中收到了SOS信号 前往了美国纽约 迎接他们的事 象征美国的断臂自由女神 惨破不堪的城市 也代表着已经荒废多年 就在此时一只红色的英伟达出现了 便轻轻开着休特吸引注意 曾盖特二号再从空中用钻头偷袭 一击破开脑门 顺道开启地下通路 便轻一伙人便随着通路移动 一路上杀了不少英伟达 终于来到了SOS发信地点 众人进入小房间后 却看到发出讯号的人已遭杀害 现场只有两只狗啊 另一方面 希泽陷入不战 更糟糕的是 红色英伟达吐出黏翼 把曾盖特二号机黏住了 导致二号机动弹不得 将要被另一只绿色英伟达捕刀石 突然飞出一把巨斧 砍中了绿色英伟达的头颅 骑黑色的盖特从天而降 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并连续使出巨斧回力镖 击中了红色英伟达后 立马飞升往敌人过去 一招重拂落下 俐落地砍爆了红色英伟达 黑盖特为了彻底消灭敌人 遭遭都是痛下死守 下手之狂野 完全不管有没有幸存者啊 只有号大喊了龙马的名字后 黑盖特才停手 龙马也从黑盖特的面罩中走了出来 另一方面 救出的两只狗也跟队员们打成一片 龙马则在巨金号箭手 嘲讽着变性变胆小了 出手扭扭捏捏怎么干得过敌人呢? 接着龙马又提到 为什么他跟13年前一样一点都没变 原来13年前导弹爆炸的那一瞬间 他被盖特射线能量包围来到了一空间 其意识在宇宙中飘荡 并看到所有生命的机遇 在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在废弃于月球中的盖特驾驶舱中 所以龙马便就地取材 用月球机器人工厂改造完盖特后 随即开着盖特准备吐入大气层回到地球 其机体也因为与大气层摩擦燃烧的关系 变成了黑色 这时探查回来的古田告诉变性 城里一个人都没有时 变性才发觉不妙 赶紧叫重人快点离开这两只狗啊 小狗也变成英伟达的姿态要袭击7等人 好险被龙马开枪给阻止了 接着一黑一白 英伟达想要摧毁战舰与黑盖特 龙马则驾驶黑盖特 号驾驶曾盖特迎战敌人 这时天空出现了赵尔女博士的身影 他看到龙马还活着非常不爽 双方一阵叫骂后 赵尔女博士便退到一旁 观赏着龙马与号大战英伟达的大戏亚 在这期间 赵尔女博士也呼唤全世界的英伟达集结 收到消息的准人非常讶异 立刻呼叫全世界所有超级机器人 一同前去英伟达的集合地点集合 而英伟达的集合地点 则是在太平洋的火山岛上 纽约方面 两台盖特顺利干掉敌人后 也朝狂笑的赵尔女博士飞去 结果这个赵尔女博士只是个幻影 所以龙马跟号铺了个空 变境跟龙马通讯 告知真容在太平洋出没时 巨金号却遭到了敌人袭击 号想前去搭救也被敌人缠住了 整个纽约已经被许许多多英伟打包围 搞得龙马与号还有巨金号 完全拖不了身去太平洋找真容啊 敌我双方激战一阵后 龙马发觉这样打下去会没完没了 于是想到了一个妙计 那就是在纽约的地下 轮回巨金号的盖特如心 变境也称赞龙马 总是会想一些乱来的点子 于是 曾盖特利用盖特光束 将地面轰出一个大洞 龙马负责护卫 铲除周边敌人 让变境的巨金号能顺利冲入地底后 变境等着驾驶修特让号救出 巨金号的如心也顺利引爆 将英伟达全数消灭殆尽 整个纽约也在爆炸声中沉入海底 火山岛这边聚集了全世界的超级机器人 甚至来了一台 可以变成机器人的史迪鲁轰炸机 就在史迪鲁轰炸机攻击火山岛时 准人这边的雷达侦测到 早云女博士打算要让沉睡中的真龙醒来 所以科文史迪卡 再加上早云女博士 灌输自己的细胞与基因给真龙 让真龙得以进化 伴随着火山口喷出一条直冲天气的盖特射线 早云女博士等人驾驶进化了真龙登场了 虽然辅导博士赞叹真龙能如此进化实在美丽 犹如破坏神啊 但却不是原定的进化形态 真龙一登场 随即一发嘴炮将许多超级机器人蒸发 便形成机器人的史迪鲁环以颜色 对真龙来个全弹发射 真龙根本不痛不痒 再一发嘴炮将史迪鲁给轰杀了 还好龙马与浩赶到了火山岛 不过浩看到进化的真龙却呆住了没有攻击 反而是黑盖特拿出巨谱奋力的朝真龙砍去 虽然真盖特也想助拳补砍一刀 却被真龙一发嘴炮偷袭 差点命中摔落海底 龙马趁胜追击 朝真龙捕一发盖特光束时 反被真龙使用吸星大法 吸走了全部的盖特射线能量 于是威眉几级的黑盖特就此陨落 情势大大的对五方不利啊 更糟糕的是 由于浩与真龙持续发生共鸣 这让浩完全无法压制住自己心中的恐惧 真龙逮到机会再捕一发嘴炮攻击真盖特 还好吸紧急分离救了号一命 而掉落海底的龙马也让真盖特三号战机就起 撤退回巴比伦塔再做打算 回到巴比伦塔的龙马 立刻找准人来驾驶盖特 不过准人身为指挥官有职责在身 所以无法参战 龙马临走前 将准人13年前给他的枪还给准人 也算是原谅准人害他做三年劳的仇恨了 由于晚辈们实在太没用 龙马 变庆 还是只好拖着劳命 配合二号机踩自动模式 驾驶真盖特应战了 缺乏准人驾驶的真盖特与真龙交战 终究还是略为下风 正在治疗号的夫导博士则相当讶异 号的大脑神经元活动定位 近高达400亿 就只是为了要控制真龙 与此同时准人竟然对全舰人员下达了撤离命令 舰上的人纷纷离开了巴比伦塔 但是夫导博士却没有听命撤离 因为他非常好奇 找女博士的企图到底是什么 趁着真龙与盖特打得如火如荼时 准人驾驶着巴比伦塔全速撞击真龙 并伸出触手全力吸收着真龙的盖特射线 夫导博士见状 清探到此等涌出的能量就如生命一样啊 不过巴比伦塔终究无法承载真龙涌出的所有能量 内部开始产生爆炸 就连龙马想要冲去救援 都被这股高强的能量给振离束持 疯癫的夫导博士不顾准人阻止 意图要解开安全索 将盖特的能量注入如星 于是夫导博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通过号的数据分析 终于解开真龙和号以及进化的秘密 始于爆炸的冲击之中 龙马健壮 立马分离出真盖特二号机 来接应被爆炸弹飞的准人 看过盖特居的朋友们 一定认同准人不管在哪个世界线上都是强运男啊 于是史上最强的盖特驾驶员终于全员集合 由准人带头合体为真盖特二号机 一招强力的钻头冲击 贯穿了真龙的装甲指导真龙内部 却在中途被英伟达给袭吉吞噬了 醒来的准人与龙马 沉浸在满的死亡愧疚之中 便庆则看到武藏被英伟达追击 准人更进一步被满的幻影纠缠 要准人杀死龙马 龙马则看到满步步逼近 不断低估者请原谅他啊 博士的驾驶盖特驹驾驶俱服 意图将真盖特二号机的头给拧断 另一方面 西拿起以前的全家福照片 要满快救老爸与龙马等人啊 这时袭击发生了 真龙内部出现满的灵魂 将幻象给驱散了 于是龙马与准人终于知道 16年前满坠机的真相 要是不了解真相的人 可以回头看第一集 热血均有详细解答哦 三人回过身后 怒气质终于爆表 挣脱了盖特驹的束缚后 一发钻头飞弹将略是给逆转过来了 自此由博士等三人驾驶盖特驹 对上盖特小队驾驶的真盖特系码上演了 这场是了解真盖特所有弱点的开发者 到底谁才是最后赢家呢? 虽然盖特驹在性能上大大弱于真盖特 但这里可是博士的结界 对盖特驹加持着强大的buff 双方在战斗中互有攻防 不断切换战斗模式 虽然大招进出 却依然无法有效的压制住另一方 紧接着龙马发现了敌人的破绽 抓住了合体中的找女博士 不好意思啊 糟老头 我们几个只要见面5秒就可以合体 噢不 我是说 我们几个就算蒙着眼眼的合体啊 这场多处打斗分镜 可是大大致敬的漫画版啊 龙马虽然将博士的坐机即刻拧抱 却没想到乍飞出去的博士还留有后招 将真龙机身再练出一架龙号战机 其原因是 真龙本来就是利用成千上万的盖特驹合体而成 博士与柯文史迪卡再次合体为盖特龙后 立即飞升扑向真盖特将其拖入地面 而盖特龙还能异便张开血盆大口 使要住真盖特的脖子 在此危急时刻 浩德意识传达给了盖特小队 只要三人起心相信盖特 就能使用射魂烈日破 于是龙马将盖特驹甩开后 结合满 武藏 还有众能的意念之下 开始奋力集气 在射魂烈日破的冲击下 盖特驹开始逐步分解 柯文、史迪卡赶紧逃走 而恢复理智的早女博士 则抓住附身在他体内的英伟达 并跟龙马等人说 他扑下的道路已经告一段落 人类的未来就靠他们双手开创了 博士向众人告别后 消失在爆炸之中 由于找女博士的死亡 邪神真龙开始土崩瓦解 还好浩及时苏醒 西因此开心的抱住他 在凯的面前大杀狗粮 凯因此失恋了 不过事情还没完呢 浩等人赶入途中 告诉西与凯 真龙正呼唤着他们 于是三人赶紧进入真龙内部做精神连结 让他们的肉体与精神和真龙同步 虽然英伟达想要阻止 却被龙马的盖特光束全数歼灭 但柯文史丽卡却趁机驾驶残破了盖特狗 飞向宇宙开溜了 龙马本想前去消灭他两时 英伟达又冒出来拖住了龙马 好险修瓦尔兹带领着机器人小队前来助阵 阻止英伟达破坏真龙进化 帝有你的头了 上把兄弟们我真是嗨到不行 在修瓦尔兹的掩护攻击下 龙马搞偷袭射出盖特光束 虽然命中了英伟达 却被全数吸收殆尽 这让龙马非常的压抑 还好这时真龙大爆发 射出大量的盖特光束 把这家伙给灭了 紧接着覆盖整个地球的盖特射线 也全都被真龙给回收殆尽 整个地球因此被真龙给进化了 可是浩却在这时不知为何停止呼吸 其怎么叫他都没有反应 而来到基地的准轮 接获雷达人员通知木星引发了大爆炸 逃来此处的柯文·史迪卡 立马将盖特居的如星取出让其失去控制 并呼叫所有同胞集结于此 木星的所有卫星全数坠落至木星里 柯文·史迪卡便将盖特如星 丢入木星引发了荷隆盒 这样一来 木星就成了一颗 会散发盖特射线的太阳了 为何柯文·史迪卡 不一开始就到木星这么做呢? 因为他们需要真龙能射出一道直冲天气 贯穿宇宙的光束作为引导 才能呼唤宇宙中的同伴啊 然而雷达人员又通报准人 太阳系的边界科伊伯代 出现了无数的英伟达朝木星移动 更糟糕的状况是 木星的卫星卡尼美提脱离了木星的引力 朝地球直奔而去 这样会造成地球毁灭性的灾难啊 由于木星成了盖特太阳 整个太阳系都是他们的住所 所以地球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正当准人苦恼之际 龙马告诉准人 月球那边还有高能轨道炮可以攻击 于是准人号令发射轨道炮 将卡尼美提摧毁 但却被科文史迪卡一个怒口给弹了回去 不仅摧毁了轨道炮 还击中了月球 月球掉落的碎片更因此砸向地球 地球承受了难以估计的伤害啊 心急的龙马坐不住了 立马呼叫便庆准人出发至宇宙迎战最后的敌人 他们三人穿上昔日的战袍 开着曾盖特前往宇宙 准备痛遍科文史迪卡 休瓦尔兹则带着少数能在宇宙战斗的机器人一同出发 武田等人也带来一群日本军 带着西渝凯随后跟上支援 大战之初 龙马一发全力盖特光束 横扫大半数的英伟达 由于伊恩损号过去 曾盖特一号机只好在等待伊恩自动恢复期间 便抄着盖特战斗与机器人小队 冲下英伟达军团展开一场激烈的肉搏战 日本军方面 也全弹发射裂化版的盖特射线飞弹帮忙清场 待曾盖特充满伊恩后 龙马等人飞跃到卡尼美提身旁 向其丢出射魂烈日破 却像打水瓢般撼动不了卡尼美提亚 更糟糕的是 西海被英伟达给包围即将死于飞命时 浩听到了西的哀嚎醒了过来 浩一声呐喊下 真龙终于进化为最终形态 另一方面 曾盖特二号机一招钻头冲击 突入卡尼美提核心 再朝内部丢一发射魂烈日破 却被内部的英伟达给反弹回来 其冲击力更将龙马等人轰回地球 还好完全体的真龙及时出现 救下了真盖特 这才是早女博士最初想要创造的真龙最终形态啊 接着真龙的龙头吐出一发嘴炮 立马将卡尼美提轰成宇宙尘埃 真龙也引导西汉凯一同进入驾驶舱 准备前往木星展开最终决战 而副官通知变性等人 木星症逐渐膨胀 要是爆炸的话会转化成黑洞 因为敌人的目标是想要得到整个银河系啊 由于情况非常危急 剩下的杂碎们交由修瓦而知心理 真龙则立即制造出一个简易虫洞 便和真盖特一同空间跳跃来到了木星 展开最终决战 没想到这里竟然有比真龙还庞大的英伟达 真龙则展现出不需要分离合体 就能单击切换三种形态的作战方式碾压敌人 而龙马则是再次喷出盖特光束一举来个大清场啊 不过龙马深知继续这样耗下去 还没解救地球 一人就会先喷光啦 于是耗与龙马打算擒贼先擒王 两架盖特全力朝木星发射盖特光束 稳定膨胀的木星 却被木星上翻腾的火焰给抓个正着 柯文史迪卡也浮现出巨大的人脸 大笑无法动弹的两架盖特 他们非常讲武德的 不立刻杀死龙马等人 而是学习老高对他们说起科普来了 说明盖特射线的真正意义 是促进生命进化的人员 而人类能够进化也是拜盖特射线所赐 早在太阳系刚形成的地球 遭受众多欧特云来的彗星攻击下 接受卫星所带来的有机物质就是生命资源 再加上宇宙中漂流的盖特射线照射下 最初的生命就在海洋上诞生了 而生命的崛起与灭亡 也是因为盖特射线周期性的拜访成果 由于人类玩弄盖特射线 才使得英伟达有了智慧 这让英伟达知道 人类和他们的祖先都是起源于欧特云的 不过西雀大猴反驳说 人类是靠自己意志进化的 跟你们这些寄生突变的怪物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于是伴随着众人狂吼的气势下 两架盖特虽然挣脱了束缚 柯文史丽卡却融合为比卫星还巨大的英伟达 其射出的小型英伟达 还无法被真盖特的盖特光束给消灭 反而更令其巨大化 龙马只好取出战斧 加上真容以近身肉薄方式将英伟达陆续击 在接连的二战之下 众人的脑海如走马灯闪现般出现了好的思念情感 于是龙马等人终于悟出 早晚女博士所追求的 龙马与准人的克隆人所欠缺的 辅导博士所看到的 就是要舍弃盖特射线 以自身之力来开创未来啊! 然而 柯文史丽卡却召喚出木星的三个卫星 射出高强度的盖特射线 将六人轰得大声惨叫 其猛烈程度 连真盖特以及龙马的头盔都因此爆碎了 这时浩准备放手一搏 将整容的所有能量灌输到真盖特身上 因此制造出一把可以开天PT的超巨型能量战斧 龙马使尽全力挥出两道板斧 将三颗卫星以及柯文史丽卡一举切成两半 正当众人以为事件告一段落时 更庞大的英伟达却来到了太阳系吞噬着冥王星 但是真盖特在刚才的奋力攻击之下 记忆体已经残破不堪 而真盖也在之前的输出下耗尽了所有能量 不过龙马有个乱来的想法 他摆开真盖特左胸前的核心装甲 将真盖特能量逆输入回真盖 于是又能再度联手 其超光速的能量竟然产生了次元裂缝 引来了前来驻群的盖特皇帝战机群啊 龙马甚至还看到了盖特皇帝以了另一个龙马 以等待自己许久 于是龙马等人决定接受盖特召唤的宿命 留在这时空裂缝中继续因为打死斗到底啊 并将昊、羽西还有凯给送离的战场 于是庞大的侵略者终于消失了 充满希望的阳光洒在残破的真龙身上 照应着承接未来的浩等人啊 这部《世界最后之日》 虽然是许多剧本下所产生的缝合怪 但不可否认的 嗜罪的确属于上层之作 也曾经是开创超级系机器人的热血标杆 其许多设定、元素与剧情桥段 也被超级机器人最后的辉煌 最懒的《天原突破》所继承下来 因为《天原突破》而监督金石扬之表明 他受到了盖特射线的感召 朝外创作出这部超级机器人的经典 《天原突破》啊 这部作品热血军也讲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收看哦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介绍到这边 要是觉得热血军整理的不错 也可以点击影片右下角超级感谢 请热血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感谢您的支持 让团队可以提供更多 优质又怀旧的动画介绍 喜欢古早味的朋友一定要订阅 不负责任《风斗曼》 不负责任《热血军》两个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